部長 各位長官好 我有三個問題要問 一個是經費的來源是怎麼樣的 規劃 然後因為這條路線經過三個市 那這個經費要如何分攤 那第二個是這個路線如果完工通車以後 那會交由哪一個市 來做經營管理 那第三個因為我們台鐵已經 做了非常多年的這個所謂的 捷運化的工程 也蓋了很多新的車站 甚至買了很多新車 那這經營做完以後 我們跟台鐵之間的近合關係會怎麼樣 以上謝謝 好謝謝楊會長 接下來我們請蘋果日報李自慧 我有兩個問題想要提問 第一個是 基隆捷運最關鍵的一段 就是最後一段八堵到基隆的路廊 雖然剛剛有提到鐵道局還在評估 但是這個部分 到底未來會怎麼解決林市長是不是還是會堅持 基隆一定要有台鐵喔 你是不是會爭取還是要保留台鐵 但是如果要保留台鐵的話 接下來只剩下一條路就是要土地徵收跟 拆遷 但是過往在那個圈圈的時候就曾經有思考過 會碰到拆遷不易的問題喔 那這個部分又要如何來解決 那第二個問題想要請教一下那個 柯市長跟侯市長就是在 台北捷運環狀線經營的問題 不知道今天 會議上有沒有提到這個部分是不是也有共識 謝謝 好謝謝 接下來請台市陳暑強 兩個問題跟柯市長跟侯市長請教 第一個問題是柯市長剛剛有提到就是從地下化 南港財產館站到南港站之後你說會有一些折數那目前 有沒有確定的一個經費以及台北 台北市跟中央要怎麼樣攤提 有沒有一個大約的數字經費 第二個是民生繫紙線您當初跟 朱一倫市長的時候其實您就一直好像對於新建這件事情上 有一些疑慮那是不是當時是考量到 未來運量的一個經營上面有沒有可能虧本經營那 這個東西也請問一下柯市長跟侯市長 謝謝 接下來請中央社淑芬姐 我是中央社記者汪淑芬 我記得剛剛那個台北市長柯市長還有新北市長侯市長都有提到說願意多分擔一點經費 我也是想請教經費這個問題 因為那個桃園鐵路地下化 他的那個地方分攤只有25%中央是75% 那我不知道未來這些在三個在 雙北市還有基隆市 未來你們的軌道這方面的發展 是不是也希望爭取 跟桃園鐵路地下化一樣就是由中央來負擔75%謝謝 接下來請華氏 張知晴 想請教部長還有三位市長就是今天這個溝通平台是首次的會議嗎 那麼有討論到說接下來是不是會 規律的來開或者是說是不是在運到什麼樣標準 譬如說怎樣 重大的疑義的時候才會再次來整合召開謝謝 接下來請民視林山亭 部長想請教一下之前輕軌原本是要用台鐵的路線 那麼現在如果行經細止這邊的話是不是在另外徵修土地 謝謝 接下來請聯合報曹月華 不好意思我還是想問那個經費的問題就是 基隆輕軌升級成捷運之後那預計會經費會提升到幾倍 那之前都走到綜合規劃那等於重新來過那可能要再重做可行性評估跟重規嗎 那原本基隆輕軌年底的重規的這個案子會延到何時 那第二個問題是就是基隆輕軌升級後因為之前有提到可能是由新北市新北捷運營 那這個部分有確定是新北運營嗎 那第三個問題是巴督進金融這段還沒有決定是捷運還是台鐵那有預計要花多久時間就基隆市政府會溝通這件事情嗎 謝謝接下來請聯合數位侯麗安 剛剛那個柯市長講了一句話喔那個每個看起來每個這幾個那個建設每個看起來都很有道理但合起來就沒有道理那這一次促成北北基平台解決這三個 路線的問題但其實每一項軌道建設最一開始其實都是要進入交通部審查 所以我想問一下 當然這些問題都是你部長來了之後才面臨的 那未來是否在前端的審查會議就能納入這樣的機制 那第二個問題是 各縣市軌道運輸彼此進合的問題不是只有北北基才有 那這樣的平台剛才部長有說可能高頻可能會再召開 那比如說新北桃園或是其他的縣市是否也會召開這樣子的平台 預計什麼時候會有下一步的規劃謝謝 我是覺得這樣啦 只要 我是有跟部長講的一個數字啦 我說你們的費用常常會追加預算 所以我再不要根本用百分比 我先講做一個定額 就是這個 現在改名叫基隆捷運 基隆捷運 在台北的這一部分如果地下的話多出來的經費我願意出多少 不過這是我們行政上面都大概願意出多少 議會不見的時候百分之百同意 所以 不過這樣啦我也不是那種說 全部凹中央的我不會這樣做 第二點 這個我也 我也很 謝謝說 林部長跟這個王國財次長有這個平台 本來就是 其實如果你們要聽故事的話就沒有時間 在當年在林泉上任不知道前幾天 我就跟他講過我們台灣的捷運 其實我本來的理想就是鐵道部之下 高鐵局、台鐵局跟捷運局 我說你在捷運 要分那麼多捷運公司、捷運局 然後捷運局還有捷運公司 我說這以後一定會出問題 所以現在就出問題了 就是說 因為這種東西 現在 像以首都生活圈來講 北北西桃 這四個根本就是混在一起的 你讓每個去經營 我愛說 第一點 興建也是問題 因為本來經驗就要累積 如果 這也是 如果我們台灣的捷運 全部一個捷運 捷運工程局來負責 像我們現在台北 五條捷運、四條機電系統 你覺得合理嗎 一定不合理 一聽就知道不合理 所以當時就是沒有 沒有好好規劃 所以 當然是這樣 如果林部長有雄才大略是可以把 有辦法的話就把整個台灣的捷運公司 每個縣市的捷運公司整併起來 捷運公司也可以變成總公司 也許不同的路線它有分公司 千幾個分公司 上次最理想 不然 不然你以後就是很累 永遠要出來協調 不過今天協調得也不錯 還是有共識 只是你比較累而已 另外 其他沒有什麼 我覺得 一定會有衝突 但是我沒有解決衝突的機制 所以我還是要感謝 因為像王國財市長他就 每個縣市去跑 每個副市長都喬好 再來開 所以他還是 這個是有事先有費前會有幕僚作業 不過就是 一勞永逸有一勞永逸的做法 如果沒有一勞永逸 你們就辛苦一點 還是可以成功